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男朋友要带我去她表姐的婚宴 到了后才跟我说 顺便帮表姐化个妆吧 我本就是个化妆师 也没多想 点头答应 谁承想 推开门 十多个人齐刷刷地看向我 等着我来化妆 我诧异地问 我是来上班的吗 陈家鹏低着头 一言不发 他妈毫不客气 你不就是干这个的 给亲戚们化个妆怎么了 既然这样 我打开了收款码 那把化妆费结一下 一推开门 我瞬间被眼前乌泱泱的人群整蒙了 十多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 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 还没等我明白 还没等我明白是什么情况 陈家鹏他妈推了我一把 说道 别愣着了 来这么晚 仪式都快开始了 你赶紧给小林化妆 小林是陈家鹏的表姐 今天结婚 正穿着婚纱等着我化妆 我瞅了瞅时间 也不好说些什么 于是打开化妆包 开始为小林上妆 房间空间很小 我只能搬来个小凳子放置用品 不知是陈家鹏哪个亲戚的孩子 在屋里跑来跑去 我一边要化妆 一边还得护着凳子上的化妆用品 以防被碰到 屋里嬉笑声 打闹声不断 我感觉我像个不倒翁一样 躲来躲去 这时 陈家鹏大表姐走过来 开始翻我化妆包 这个假睫毛不错呀 挺贵的吧 我还没说话 陈家鹏他妈大手一挥 想要就拿去呀 陈家鹏二表姐一听 也冲了过来 那我也要 我要那个眼影 说着也要上手拿 我直接抢过来 板起脸 这都是公司的东西 不能乱拿 二表姐哼了一声 不服气地说 就是不想给 拽什么拽 就一个破化妆师 我有些烦躁 一进门连口水都没有 就开始干活 还要应付这些 有强盗逻辑的人 于是我环顾四周 想要找陈家鹏来 他妈坐在沙发上 磕着瓜子随意地说 别找了 我让家鹏去休息了 着急赶回来多辛苦 我撇了撇嘴 就你儿子金贵 我不是人吗 不需要休息 这时 思一来催促 我赶紧加快速度 画好后 就听见小玲 撇着嘴嘟囔 画得也就那样 还说是什么 知名化妆师 我一听 很是生气 但又想到 今天是她 大喜的日子 忍了下来 我强忍着情绪 开始收拾东西 她妈一把拉住我 阻止道 东西别收啊 这里坐着的都是家鹏的姐姐妹妹 等你那么久了 你也给画一下呀 说着 拉起一个姑娘 就硬按到我面前 我不满地反驳 我是来参加婚宴的 不是来上班的 她妈插起腰 大声呵斥道 这顺手的事 帮忙画一下怎么了 你那么金贵 就是让你给我们化妆 都是看得起你 想嫁给家鹏你 可得好好表现 小玲说着 拿起镜子 左看看 又看看 我一听 沉下了脸 刚准备回对 陈家鹏另一个表妹小娟 拉住我 激动地说 婷婷姐 你画得真好看啊 我以后 也想学化妆 像你一样 当个化妆师 话还说完 就听见 陈家鹏他妈嘲讽地说 哎呦 小娟 你可别像她一样 这哪是正经工作 你要好好学习 像你家鹏哥哥一样 上个大学 在大楼里做白领 说完更是端起了 未来婆婆的架势 只高气昂地命令我 别磨蹭了 快给小娟画 后面还有人等着呢 这话说的 就差直接说我配不上她儿子了 于是我也不再忍让 指着陈家鹏 他妈回对 你听好了 首先 我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不是你家陈家鹏那种 三流大学毕业的 还有 你儿子一个月挣五千 我挣三万 你儿子都得靠我养 最后 我打开了微信收款码 我化一次妆 市场价是一千 化妆费结一下 陈家鹏他妈脸上一阵青一阵红 愣了半嗓 尖着嗓子开始吼道 家鹏 你快来看看 你找的这是什么东西 陈家鹏听到他妈的喊叫声 快速跑了进来 他妈一把搂住陈家鹏 哀嚎道 了不得 还没进门 就敢这么对我说话 以后还不得骑到我头上 陈家鹏赶紧把我拉到一边 低声劝 停停 这么多人看着呢 别让我妈难堪 给我妈道个歉 再这样闹下去 结婚以后 你还怎么跟我家人相处 我目光沉沉地看着陈家鹏 道歉 陈家鹏 你们一家把我当人了吗 你妈是怎么说的 你没听到吗 陈家鹏不以为然 那是我妈 说你两句怎么了 而且 你本来就是个化妆师 给我家亲戚化个妆 怎么还能闹出这些事 跟陈家鹏在一起四年多 平日里他对我还不错 谁能想到 回到家 还激发出他妈宝男的特质来了 行 既然你们家把我当化妆师 我不再顾及 直接打开手机收款码 问道 谁付钱 陈家鹏还是表姐 大家面面相去 都不吭声 更没人想出钱 我直接把二维码 举到小娟面前 付钱 小娟撇过头 不服气地说 说好了白给我话 凭什么现在让我出钱 我点了点头 行 那我出去找未来姐夫付 小娟一听 面目都猙獰起来 冲着陈家鹏他妈喊 大姨 不是你说给家鹏女朋友下马威 给她立立规矩 让她给大家免费化妆 这怎么还要给钱啊 家鹏 你妈说你这女朋友可听话了 怎么不是这回事 看我寸步不让 陈家鹏抹了抹头上的汗 赶紧扫二维码 都别吵了 我付 我付行了吧 钱到账 我一句话都懒得再说 拉上行李箱就往外走 陈家鹏一看 赶紧上前拽住我 宴会马上就开始了 你走了 我在亲戚朋友面前多没面子 刚刚装死的陈家鹏他妈 现在跳了出来 开始拱火 儿子 这种女人 就是欠管教 你现在不制服她 以后还不得上天呢 陈家鹏一听 竟然犹豫上了 眼里的光闪了闪 我先发制人 反手给了陈家鹏一巴掌 滚吧你死妈宝南 陈家鹏被打得愣在那里 他妈更是心疼地捧着他的脸尖叫着 你这个泼妇 怎么敢打我儿子啊 我拉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离开 回到家后 我快速地收拾东西 当然 收拾的是陈家鹏的东西 从他家出来 我就决定要跟陈家鹏分手 既然分手 他就没理由住我的房子了 我和陈家鹏恋爱时 他还没有转正 收入只有三千块 每月交完房租 连吃饭的钱都不够 而我毕业后 我爸妈为了我上班方便 全款给我买了套九十平的房子 我看他每天为了房租省吃俭用 心一软 就同意让他搬来一起住 恋爱这几年 陈家鹏对我还不错 虽然他挣钱少 家庭条件也一般 但是他下班后会主动做饭 打扫卫生 承担家里所有的家务 我不图他给我买房买车 就图他这个人 所以我们这次回去 也是想跟他妈商量婚事 但是现在我无比庆幸 婚前就发现陈家鹏是妈宝男 要是结了婚 还不得跟他妈和他家一堆亲戚私逼 躺到床上 我的手机滴滴滴地响个不停 陈家鹏和他妈对我轮番进行轰炸 陈家鹏委屈巴巴地给我诉苦 我爸死得早 我妈把我拉扯大不容易啊 她不过是想在亲戚面前 炫耀一下我的女朋友 你为何就不能理解我呢 我知道你受了委屈 以后结了婚我 加倍对你好还不行 我懒得回复 陈家鹏一条接着一条不停的发 声泪俱下的发 如果不是他妈同时也在给我发视频 我真的很难想象 一个人怎么能有两副面孔 一边在跟我哭诉 祈求我的原谅 一边却跟另一个女孩亲密无间 在陈家鹏他妈的视频里 陈家鹏跟那个女孩一起去帮忙挡酒 甚至在亲戚调侃响哄中 搂着了女孩 女孩羞红了脸 连连躲进陈家鹏的怀里 她妈得意的声音从视频里传来 怎么样 我们家家鹏不愁人追 这个女孩乖巧听话 可比你强百倍 这个女孩 我是知道她的 陈家鹏邻居家的孩子 叫李小娜 我曾经在陈家鹏的手机里 看到过她给陈家鹏告白的信息 为此还大发脾气 陈家鹏当时为了哄我 直接拉黑了李小娜 提到她时 很是不屑 她还能让你有危机感 长得又丑 个子也矮 最主要的是 连个学历都没有 她初中毕业后 就去当服务员贴补家用 而且家里还有个地 这种女的 白给我都不要 当时说的信誓旦旦 那现在是什么意思 饥不择食了吗 果然 男人的话根本不可信 我还在深思 陈家鹏他妈 又接着发来语音 你就是一个化妆师 想跟家鹏结婚也行 没有彩礼 怀孕后再领证 怎么样 我耻笑一声 费了半天劲 又是让我给亲戚化妆力规矩 又是拍视频 让我有危机感 原来在这里等着 我直接回复 不用了 你儿子那么优秀 还是留给别人吧 我无福消受 随后 陈家鹏他妈发了59秒的语音 不点也知道 不是什么好话 刚准备拉黑 他妈又发来了一段视频 陈家鹏搂着他的小青梅 摇摇晃晃地进了酒店 我眼神暗了暗 直接把视频转发给陈家鹏 之后拉黑了他们母子 我安稳地睡到早上 门外传来了滴滴滴 开锁的声音 密码错误 之后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为了不影响邻居 我起身开了门 陈家鹏急冲冲地进了门 为什么要换密码 我淡淡地开口 因为我跟你分手了 我的房子 当然要改密码了 陈家鹏一听 皱起眉说 我不同意分手 先别说 你妈在你表姐上 做的那些恶心我的事 我点开视频 陈家鹏 你失忆了吗 你都跟李小娜去酒店开房了 还妄想不分手 陈家鹏目光闪烁 心虚了半天 扑通跪在我的面前 急切切地说 我这不是一大早就着急忙慌地赶来 跟你解释吗 这都是误会 说起来还是因为你任性离开 害我没有女伴 才临时让小娜来帮忙的 不然 我哪里能看上她 我讥笑一声 哦 帮忙就帮到酒店了 陈家鹏摸了摸鼻子 我喝醉了 莉莉送我去酒店 反正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我嘲讽道 你们孤男寡女的在酒店睡了一晚上 什么都没发生 陈家鹏 你自己听听像话吗 谁又会信呢 陈家鹏哽着脖子 生硬地狡辩 我跟李小娜之间清清白白的 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反正我会不分手 你别想把我从这个房子里赶走 我已经懒得在跟她废话 直接打断她 东西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你拿上赶快走 陈家鹏看我油盐不尽 开始抓狂 双手握拳 在我眼前挥动 想这么简单就甩了我 你想得美 那你想怎么样 我眼神犀利 冷冷地问 给我一半房产 不然你就别想分手 陈家鹏恨恨地说 我被她的厚颜无耻所震撼 于是趁她不注意 一脚踹在她肚子上 陈家鹏疼地亮呛着后退到门口 我趁机把她的东西往外扔了 有些东西直接砸在她的身上 她捂着肚子慌忙躲避 我赶紧关门上锁 陈家鹏反应过来 一开始砸门 我赶紧给物业打了电话 闻讯而来的保安很快出现 保安驱赶 陈家鹏只好离开 走之前 还很不服气地怒吼 许婷婷 你等着 我跟你没完 屋外安静了下来 但我知道 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陈家鹏不跟我分手 我当然不会自以为是的认为她爱我 她死咬着不分手 是因为我的房子 早在半年前 我带陈家鹏去我家时 我爸妈就承诺 这套房结婚后 就当作陪嫁送给我们 陈家鹏当时兴奋地连连承诺 一辈子都会对许婷婷好 之后 她一直认为 房子也是她的 所以 到手的房子马上就飞了 她哪能甘心啊 果然不出所料 第二天 她就捧着九十九朵玫瑰 去我工作的影楼 单膝跪地 直接掏出戒指跟我求婚 我这里是婚纱影楼 都是准新郎准新娘 她选在这里 就是想在人多的地方 道德绑架我 让我无法拒绝 她甚至还念起了小作文 轻声哽咽地谈起了我们的恋爱史 感动了周围的一群准新郎新娘们 大家高喊着 嫁给她 嫁给她 陈家鹏眼里 金光山洞 哪里是看我 那是看即将到手的房子 我连连示意大家停止起哄 看到大家安静下来后 我打开了手机 录音里 我跟李小奈的对话传了出来 我说 你知不知道 你是小三 李小奈怒道 我才不是小三呢 贾鹏哥根本就不喜欢你 她说 你太强势了 不像个女人 她跟你在一起 就是图你那套房子 贾鹏哥已经承诺我 等你的房子过户到他名下 就跟你分开 原来不是在陈家鹏表姐婚礼上 之前他们俩就暗度陈仓了 影楼里鸦雀无声 大家都明白过来 陈家鹏尴尬得满脸战红 抱着玫瑰花落荒而逃 但是清静了没几天 陈家鹏他妈又来了 这次很聪明 他并没有直接进影楼 只是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只要见有人进门 就开始大喊 这个新娘子 你进去可要看好新郎啊 这里有个女人叫许婷婷 是个狐媚子 天天就想着勾引别的男人 有些介意的客人一听 直接取消了预约 更多的是看热闹的人 大家开始议论纷纷 他一拍大腿 嚎啕大哭 你们说说 我到手的儿媳妇 就因为在你们这上班 就不要我儿子 你们这里是不是有南湖离京 我听着他胡说八道 颠倒黑白 气得全身都在发抖 我报了警 警察来了他也很镇定 很是配合地离开 但是警察一走 他又回来坐在门口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警察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陈家鹏就是想到了这点 所以这次他不出面 让他妈来闹 这母子俩才真是够歹毒 到今天 他妈已经来影楼门口 坐了三天 编的故事越来越离谱 直接说我被人包养 是别人的小三 才抛弃了他儿子 毕竟每天人来人往 不能再让他继续闹下去了 于是我打给陈家鹏 电话一接通 我咬牙切齿地说 陈家鹏 你到底想要什么 陈家鹏得意极了 狮子大开口 知道害怕了吧 当然是想要你一半的房产 就算分手 也要有些精神损失费吧 我气得破口大骂 你做梦吧 陈家鹏耍起来 那我可管不了我妈 他就想每天去影楼做作 我直接挂断电话 而这时 总监走了过来 很是无奈 你是咱们公司业务能力最强的 但是咱们这里毕竟是做生意的地方 现在这种情况 确实让我有些为难 我对总监抱歉地说 不好意思 总监 我给公司带来了麻烦 稍后我把辞职信 发到您邮箱 总监叹了口气 事情解决了 想回来随时回来 我点了点头 收拾好东西离开前 去厕所接了一盆水 打开门 直接泼在陈家鹏他妈身上 陈家鹏他妈 一下变成了落汤鸡 浑身湿搭搭的 他要得大叫一声 陈家鹏直接冲了出来 咆哮着 许婷婷 你是不是有病 我还着胳膊 鄙视地看着他们 这都是跟你们学的 对付无赖的办法 就是比你更无赖 我已经辞职了 我看你还有什么招数 陈家鹏知道我辞职后 终于不再去影楼闹事 只是他并没闲着 我把他们母子拉黑 他不知道又从哪里找的号 不停地给我发信息 他自认为 我现在没了工作 没了底气 可以任他拿捏 于是他发信息说 你现在都没了工作 得靠我养了 我会跟李小娜断了 咱俩结婚吧 我看到时都气笑了 真是好大的脸啊 其实我早就在盘算辞职这件事 之前有个摄影的朋友 邀我去外地一起开工作室 当时我犹豫了 心想着要跟陈家鹏结婚 还是要以家庭为主 而且我知道陈家鹏没钱 他妈更是不会给他出钱 于是我攒了三十多万 想着跟陈家鹏办婚礼用 所以我回绝了朋友 开工作室创业的提议 想着再工作几年攒攒钱 而现在跟陈家鹏分手了 又加上他们母子俩 不停地闹事 我又萌生了 去外地创业开工作室的想法 正好辞职 我准备在家休整几天 把家里收拾一下 该扔的扔掉 该换的换掉 毕竟之前有好多东西 是随着陈家鹏的喜好买的 然后我就准备把这里的房子 卖掉去外地创业 连续几天没有出门 这天晚上 突然一阵砰砰砰的敲门声传来 我疑惑地问 谁呀 要干什么 门外的声音响起 警察 有人报警说 在你家丢失了东西 把门打开 我来调查 我从猫眼往外看 是一个穿着警服的男人 一想应该是陈家鹏报的警 又不知道想整出什么幺蛾子 刚准备开门 突然觉得哪里不对 门外站着的警察 胡子拉叉的 甚至胳膊上隐隐约约 还透出了纹身 而且直接科普过 警察出警 要两个人以上一起的 这明显不符合规定 我停顿了开门的手 冷静地问 丢了什么东西 你把门打开就知道了 这么急切地想让我开门 就不对劲了 外面等了半天 没看见我开门 敲门声急切起来 开门 不然我要踹门了 我的心脏砰砰跳 紧张地手都发抖 外面的男人到底是不是警察 我哆哆嗦嗦地拿出手机 拨打110 询问后得到肯定答案 警察是不允许留胡子的 而且出警一定是两个人以上 胸前带着执法仪 那么外面的肯定是冒充警察的人 是谁 他想干什么 警察让我不要开门 尽量拖延时间 他们马上赶到 我害怕得全身血液都已经凝固 颤颤巍巍地去厨房拿菜刀 僵持了一会 门外的人彻底没了耐心 开始砸门 门上的锁已经开始晃动 眼看着门就快顶不住了 我满头冷汗地举起了手里的菜刀 这时 门外终于传了警察的声音 他们一把按住在外面砸门的男人 呵斥着 警察 不许动 确定自己安全后 我身体一软 跌坐在地上 犹如死里逃生一回 而被警察追回来的还有陈家鹏 他一直在楼梯间藏着 看到警察来了 才慌忙逃窜 被警察扭住胳膊追了回来 他们两个被考上手考上了警车 而我需要去配合调查做个笔录 于是都到了警察局 经过调查 假扮警察的胡子男 是陈家鹏舅舅家的表哥 叫张强 平日里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陈家鹏正苦恼于 我软硬不吃 执意要跟他分手 于是跟张强诉了诉苦 张强给他出了主意 我想办法上门吓唬他 你再来个英雄救美 保证他感动得非你不嫁 陈家鹏有些犹豫 能行吗 许婷婷那个女人 警惕性很高的 不容易上当 张强一拍胸脯 连连保证 你兄弟办事你放心 保证让你抱得女人归 只是张强做了个要钱的动作 陈家鹏看着张强信誓旦旦的样子 心想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一咬牙 先给张强赚了两千块 于是张强穿上了警服假冒警察 想着先骗取我的信任 让我把门打开 开门之后做什么 警察严肃地问着张强 张强吓得磕磕巴巴地说 我侵犯了他 然后陈家鹏再冲进来英雄救美 表示不嫌弃他 这事就成了 你做这事 陈家鹏给你多少钱 警察接着问 一万 我听到后 顿时一口鲜血哽着喉咙 怒火冲天 快步走到陈家鹏面前 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左右开弓 往他脸上狠狠地扇 陈家鹏 你真是个畜生 陈家鹏带着手烤 根本无力还手 只能用胳膊挡脸 各种躲闪 看打得差不多了 两个警察把我拉开 我才冷静下来 警察问我 你支持调解吗 我恨不得让陈家鹏去死 不可能 就让陈家鹏坐牢吧 陈家鹏和张强 直接就被关了起来 我从警局出来 陈家鹏他妈和李小娜 就冲过来拦住了我 我儿子怎么样了 你把我儿子怎么了 我一把推开了他 你儿子怎么了 你儿子犯法了 以后就在牢里待着吧 陈家鹏他妈爹坐在地上 撒泼大哭 怎么会 我儿子那么优秀 凭什么抓他呀 是你 是你这个贱人 害了我儿子 说着更是抱着我大腿 死活不让我走 你必须给我儿子 签谅解书 把我儿子救出来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一脚踹在他身上 目骂道 就是你这种三观不正的妈 才交出了这种 无耻的渣男 救你儿子 我恨不得让你儿子去死 滚远点 这时 在旁边跟着的李小娜 一下跪在我面前 她哭得泪流满面 我肚子还怀着 家鹏哥的孩子 求求你救救家鹏哥吧 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我冷漠地说 你不用道德绑架我 陈家鹏是犯了法 该判多少年 那是法院判的 不是我决定的 同为女人 看着跪在地上的李小娜 我又不忍心 多嘴劝道 趁孩子还小 打掉吧 陈家鹏不值得 不 我爱家鹏哥 孩子我会生下来的 我会等着他的 李小娜 执拗地说 随你吧 严禁于此 既然他执迷不悔 那就不用再多说了 我离开后 陈家鹏他妈 撕心裂肺地哭闹 李小娜跪地祈求 只是 警局门口 可没有那么多观众 警察更是不会同情他们 陈家鹏和他表哥张强的案子 很快进入庭审阶段 证据确凿 判决很快下来 招姚状骗罪 强奸未遂 非法侵入住宅 陈家鹏表哥张强 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陈家鹏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陈家鹏听到判决后 悔不当初 疯狂地删自己的脸 而陈家鹏他妈 更是直接晕倒在地 张强他妈也来了 一听儿子判了五年 可不管陈家鹏他妈 是不是晕倒 上前一巴掌 打在陈家鹏他妈脸上 怒骂道 都是你儿子 害我儿子坐牢 你不给我个满意的解决办法 我跟你没完 陈家鹏他妈 被一巴掌打醒 更是欲哭无泪 是张强窜多陈家鹏做的恶 现在竟赖上陈家鹏了 但是陈家鹏他妈不敢还嘴 他惹不起张强他妈 他那嫂子 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泼妇 每两天 亲戚邻居都知道 陈家鹏坐牢了 强奸罪 而且还连累了他表哥张强 也坐了牢 每天被人指着点点 陈家鹏他妈苦不堪言 以前都是他嘲笑别人 现在轮到别人嘲讽他了 他不敢出门 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 但是张强他妈 可不会轻易放过他 张强他妈直接带着娘家亲戚 上门来找他 开门见山地说 你家陈家鹏害得我儿子坐牢 你说吧 给我多少钱补偿 陈家鹏他妈有苦说不出 抹着眼泪说 五万 五万行吗 不行 二十万 张强他妈 一副不能商量的态度 陈家鹏他妈不乐意了 二十万 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而且家鹏也是受害者 是张强窜多的呀 张强他妈不再多说 一个眼神 娘家亲戚们直接掀翻桌子 陈家鹏吓得大喊着 我给 我给 东天西凑 弄够了二十万 张强他妈这才满意地拿着钱离开 但是 还没等陈家鹏 他妈喘口气 李小娜他妈又找上了门 从陈家鹏出世后 李小娜就一直住在陈家鹏他妈家养胎 一父儿媳妇的姿态 但是李小娜他妈可不愿意了 李小娜还有个弟弟 原来指望李小娜嫁人的彩礼 给他递娶媳妇用 但现在 李小娜不清不楚地住在陈家鹏家里 甚至还怀上了孩子 李小娜他妈如何能愿意 带着人就要来抓李小娜去打胎 李小娜坚持要生下孩子 哭着喊着要陈家鹏他妈救他 陈家鹏他妈想着他肚子里陈家的大孙子 低声下气地哀求 于是李小娜他妈说 不打也可以 彩礼二十八万吧 一分都不能少 给你一个月的期限 给不了我就带着小娜去打胎 他们走后 陈家鹏他妈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 给张强他妈的钱 就是家里能凑出来所有的钱了 甚至陈家鹏他妈的棺材本都搭进去了 现在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啊 李小娜这时出了主意 妈 家鹏哥跟许婷婷谈恋爱这些年 肯定给许婷婷花了不少钱 你去法院告他 让他退还花销 陈家鹏他妈诧异地问 这合适吗 能告得赢 那能有多少钱 死马当活马医 有多少算多少啊 李小娜看陈家鹏他妈 还有些犹豫 加大马 你难道不想要大孙子了 于是 我在外地收到了法院传票 要求我退还跟陈家鹏恋爱期间 陈家鹏所有的花销 共计一万四千八百元 我看了看账单 连陈家鹏逼我结婚时 买的九十九朵玫瑰花的 那几百块钱都算了进去 真是不容易啊 如果不是收到法院传票 我都快忘了陈家鹏和他妈这群人 我去外地跟朋友和开工作室 刚开始起步有些艰难 为了节省成本 工作室就我们两个人 要忙的事情很多很多 后来又有了新的挑战 没有客户基础 新工作室 客户不信任 我和朋友又商量着做活动 拍视频 做方案 每天忙得马不停蹄的 哪有时间去想那些无关紧要的人 渐渐地工作室稳定下来 有了客源 于是我更加忙碌 不过接到法院传票时 我还是带着律师抽空去了一趟 因为金额不大 法院直接让我们调解 陈家鹏他妈带着李小娜 趾高气昂地坐在那里 我跟律师坐在对面 我一坐下 陈家鹏他妈直接了当地说 还钱 把我儿子给你花的钱都还回来 我转头讯问法官 我同意还钱 是不是也可以让他归还恋爱期间 我给他的花费 法官点头 表示可以 于是 我和陈家鹏他妈 很快签了调解书 上面写道 我退还陈家鹏一万四千八百元 同时 陈家鹏也要退还 我在恋爱期间的花费 陈家鹏他妈乐得何不拢嘴 快速地签字 还不屑地开口 你能给家鹏花钱 确定签好字 我律师直接开口 许婷婷女士 要求陈家鹏先生 退还恋爱期间的花销 共计十一万八千四百 这是账单 您看一下 律师把账单递给陈家鹏他妈 他妈已经被惊得目瞪口呆 直嚷嚷着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我跟陈家鹏恋爱四年 他一分钱不花 一切家里开销都是我的 甚至他跟李小娜去酒店开房 都是刷的我的卡 账单显示得清清楚楚 根本无从抵赖 陈家鹏他妈瞬间变了脸 脸上堆满了笑 拉着我说 婷婷 阿姨是跟你开个玩笑 这都不算数 咱都不告了 李小娜又顾忌重施 委屈巴巴地抹着眼泪 我这肚子里 还有孩子需要养呢 婷婷姐 你就当可怜可怜孩子 放过我和妈吧 我气笑了 真是会倒打一耙呀 要不下钱 就开始装哭卖惨 但是在我这里没用 本来 我都已经不再计较 但是 你们并不放过我 我要是手里没账单 今天你们会放过我吗 想到这里 我板起脸很下心说 还钱吧 据我所知 你们现在住的房子 可在陈家鹏的名下 如果你们要赖账 我就让法院强制执行了 这下 陈家鹏他妈 真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于是 他又听李小娜的怂恿 把房子抵押出去借钱 借了三十多万 还完我的钱 又给了李小娜他妈钱后 手上又没钱了 李小娜怀着运在家里待产 一堆开销 陈家鹏他妈不得不出去找工作 只是 六十多岁的老人 谁也不敢要啊 他妈只能捡些废品 饮料瓶维持着生活 日子很是难熬 好在几个月后 李小娜给他生了个大胖孙子 他抱着孙子 心想 生活还是有盼头的 等陈家鹏出狱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儿子那么优秀 即使坐过牢 也不愁找工作 谁知 没过多久 噩耗再次传来 监狱的电话打来 让陈家鹏他妈 去给陈家鹏收尸 陈家鹏死了 死在监狱里 其因是张强 他本来就不是什么老实的人 忍了没几天 就开始寻衅滋事 这次又不知因为什么 跟隔壁床的犯人起了冲突 看着张强被其他人 按在那里揍 作为亲戚的陈家鹏 不能不帮啊 于是他也加入了战斗 也是他倒霉 混乱中 陈家鹏不知道被哪个人 推了一把 直接被大力撞到玻璃上 玻璃立刻爆开 碎扎正好扎进了他的太阳穴上 瞬间血管破裂 鲜血直流 等陈家鹏他妈赶到医院时 陈家鹏早就咽了气 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他妈只决天兜他了 他称着这个家唯一的念想 就是等陈家鹏出狱 现在连希望都没了 他摊在地上 哭得撕心裂肺 而李小娜在知道陈家鹏死了后 留下孩子 自己直接跑了 走之前 还不枉把陈家鹏他妈攒下的 五千块钱带走 陈家鹏买骨灰盒的钱 都是亲戚们凑的 而更惨的是 他妈抵押房子的钱 也还不上 房子直接被法院拍卖 陈家鹏他妈 只好带着墙保中的婴儿租房 靠捡破烂为生 我听到这些消息时 痴笑一声 真是恶人自有天收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好心去给闺蜜当伴娘 却被伴郎团强行拖进小房间 他们发泄完后 还不忘朝我身上吐口水辱骂 我还以为是什么纯洁妹子 真贱 呸 新娘看着衣衫不整 满身污浊的我 强忍着笑不停安慰 没事没事 你也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 人生总要疯狂一次的 你说实话 刚刚人那么多 是不是特别刺激 她婚礼的现场 我用切蛋糕的刀划破了自己的喉咙 满以为我会化作厉鬼抱负 可一睁眼 我竟回到了抢亲的这个上午 花千千 你愣着干啥呀 快把我的鞋藏起来呀 新娘将婉青看我走神 不停地换着我 我望着手中的红鞋 慌忙中把它塞进了床垫的家层里 我记得很清楚 伴娘团为了让新郎多出点份子钱 划破了这个床垫 把彩鞋放进去 再照上床单 谁也瞧不出来 他们进小区了 另一位伴娘刘碧莲 从窗口张望着楼下 激动地喊道 我也顺势看了下去 紧张与不安 开始不停地冲击着我的心头 伴郎团里最活跃的人叫周全 满脸油光 五大三粗 上一世 就是他最先起哄 开始昏闹 趁机对我们几个伴娘 上下起手 也是他把我拖入了小房间 对我进行了最残暴的凌辱 看到那张脸 我竟连呼吸 也开始乱了起来 一扭头 刘碧莲竟在看着我偷偷地笑 你笑什么 啊 没什么 花千千呀 咱们这几个数你身材最好 一会儿可要多出点力哦 刘碧莲阴阳道 关身材什么事 我懂了 原来这一切并不是偶然 他们早已经准备献祭我 把我当作婚礼的一个彩头 供伴郎团享用 我紧紧地捏着伴娘裙 很快冷静了下来 既然要追求刺激 那就贯彻到底咯 快来快来 咱们先把门抵住 几个伴娘已经冲上去 死死用身体把门贴住了 我不屑一笑 这几个女人的力气 周全一个人就能撞开 真要抵门吗 轻轻 那当然 让他们多出点红包 得到了新娘的允许 我从阳台上拿过来了一个面罩和电焊 找来了几根钢签 把门彻底焊死了 花千千 你干什么 新娘闻着味儿不对 光着脚从卧室跑出来了 她绝望又震惊地看着被彻底焊死的丑门 我的门 你从哪儿拿来的这些东西 哦 你们不是刚装修完厨房吊顶吗 工具还没收拾 现在门已经被焊死了 江婉清一直是个笃信 婚礼当天 不能伤了和气的人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 图个热闹 我率先安慰道 周围几个伴娘也劝 她只得兴兴地回到了自己的床上坐着 伴郎团走过场寺地发了几个红包 但门除了塞红包的门缝 一点也没有开的动静 周全便自告奋勇地要撞门 我们听着门外响起了助跑声 紧接着就是重重的两声闷响 像半扇猪肉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她哀嚎得同时还不妄想新郎抱怨 陆远峰 你们家什么金刚门 妈得疼死我了 但这小子还不肯认输 爬起来又撞了几下 依旧纹丝未动 伴郎团骑上 冲击了十来次 最后连人带门趴在了地上 甚是狼狈 门框都挤烂了 一群人满头大汗喘着气 早已没了出到小区时的精神头 门倒地的一瞬间 新郎陆远峰站在屋外 神色幽怨地看着我 周全的脸色像吃了撑托一样难受 但当她看到年轻貌美的伴娘们 两眼又忽然放出了光 行啊 嫂子 你闺蜜们都是个顶格儿的大美女啊 江婉青给她使了个眼色 让她赶紧走流程 兄弟们 快帮风哥找鞋 采鞋呢 是不是藏身上了 一群人猥琐地笑着 开始哄闹着 就往伴娘们身上摸去 上一世我的位置是站在新娘床边 很容易就被几个人扑倒了 这次我站的位置在墙角 周全一双大手向我袭来 被我狠狠一耳光扇在脸上 她刚才撞门耗了不少力气 踉跄两步竟摔倒在了地上 引得哄堂大笑 她又羞又恼 爬起来正要发作 我却已经掏出手机 对准她的脸 哎呀 大喜的日子 图个吉利 不会玩不起吧 来 笑一个 哎呀 对对对 就是就是 美女的巴掌扇的都是香风 这是千千赏你的 巴掌一想 黄金万两 我胡周到 她收敛了表情 扭头回去 但我还是听到她 小声嘀咕了一句 老子一会儿就办了你 我赶紧缓和氛围 你们还不快找鞋 一会儿耽误了时间 可要怪你们了 陆远峰开始招呼他们兄弟们 在房间里翻箱倒柜 可始终找不见最后一只 不行 我不能让他们一直找 待在这个房间里越久 我就越危险 谁找到鞋 我个人在奖励她一万块钱红包 新娘震惊了 她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 没事 清清 你大婚的日子 我当然要为你争更多的彩头 我一边说 不忘一边识眼色 暗示床垫下面 这群男人里面 要么贪财 要么好色 要么二者皆战 重赏之下 必有永夫 有人听到一万块钱 二话不说 甚至冲上去 把新娘子掀翻了 从床垫下找到了那个切口 把鞋拿了出来 真给吗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 给她转了三千 先转三千 剩下七千 一会儿上车再转 既然鞋已经找到了 新郎给新娘穿上 大家就该去酒店婚礼现场了 可刘碧莲却一脸不悦的样子 等会儿 还有游戏没完呢 我猜到了 原来上一世精心准备的大冒险 就是专门给我下套用的呀 刘碧莲没等我们同意 就开启了铺模式 咱们先说好了 我们都是轻轻的金兰姐妹 对不对 对 其他伴娘齐声响应 我也笑着跟着答应 只要轻轻的婚礼够热闹 这个游戏 咱们玩得起对不对 对 我又跟着一起笑应导 但内心直骂上一世的自己 是个傻缺 什么游戏都没搞清楚 直接就往坑里跳 就是图个开心 不准赖账哈 他一边说着 一边住每个人 手里塞了个纸条 说是抓烟 抓到什么就是什么 上一世 他让我打开我抽中的指尖 里面的内容竟然是 让伴郎们爽一把 任凭我怎么求饶呼喊 他们都不依不饶 伴娘们还在一旁哄笑 刘碧莲正要打开他那个纸条的时候 我提议到 碧莲 条子是你写的 可既然是抓烟 咱们是不是得随机分一分呀 你是出题人 你得最后挑 不用分了吧 都差不多 不行不行 要分的 这样才有意思 对不对 我瞥了一眼 那个还要等着 待会领七千尾款的男人 他赶忙会议 对对对 不用换了 不用 没等他把话说完 我静止从刘碧莲手中 夺过了他的纸条 把我的纸条迅速塞到了他手里 他慌忙想把纸条塞给别的伴娘 可别人似乎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连连捏着自己的条子往后躲 哎呀 你们这些娘们真是磨磨叽叽的 赶快赶快 别耽误我风哥和嫂子的大事 周全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夺过刘碧莲手中的纸条 迅速摊开在众人面前 哈哈 这位美女抽到的是 让伴郎们爽一把 卧槽 福利呀 谢谢仙女照顾我们这群单身汉 不不不 不是我 他慌乱地白手往后退 可后面已经有个男的伸手过来 揽住了他的腰 刘碧莲惊恐地看向江婉清 可他却把脸撇向一旁 周全倒是眼疾手快 冲上来抱住刘碧莲 直接往外拖 不管他怎么挣扎都不撒手 他妈的说好了 现场抽个娘们 让我们爽一把的 你们这又汉门又扇耳光的 现在还想耍赖不完了 刚刚不是你叫得最起劲吗 说是新娘金兰姐妹 肯定玩得起 让哥几个看看 你会不会别的叫法 伴郎们一脸坏笑地涌向了次我 因为憋了一肚子怨气 他们发泄起来更为残暴 听着刘碧莲的惨叫 我冷冷地瞥向江婉清 她目光闪躲 次我没了动静后 伴郎团们一边穿裤子 一边心满意足地来换 嫂子 该上车了 别耽误了 江婉清拿出一套新的伴娘服 让浑身上下 都是不明的液体的刘碧莲换上 连新衣服都准备好了 看来这预谋得挺周全啊 清清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是让花 刘碧莲一脸委屈地看向江婉清 江婉清瞪了她一眼 别乱说话 你刚刚肯定也爽了 我今天婚礼可不能再出岔子 赶紧去换衣服 你浑身脏死了 一群人收拾好了之后 又热热闹闹地上了婚车 我坐在后排 偷偷给我的助理发消息 王浩 一会儿婚礼现场滚动 播完他们的婚纱照后 不放他们的爱情故事了 啊 那放什么呀 你灯下我网盘 有个加密文件夹 密码是349612 放里面的 好 办上 王浩发来了条消息 姐 这么震撼的吗 真的要放这个吗 上一世婚礼流程 江婉清在现场播放了一段 友谊第九天长的往事回忆 里面掺杂了不少关于我的视频 比如我正坐在马桶上 将满清推门而入 我慌忙捂摄像头 比如我正在吃饭 他将我的头一把 按进咖喱碗中 甚至还有我在大学宿舍里换衣服的视频 他虽然对面部打了宝马 但也能明明白白地看出来 那就是我 我的裸体就这么曝光在在场所有人面前 宾客们哄堂大笑 指指点点的样子 我记忆犹新 他在台上拉着我的手 面带欢笑地说 芊芊 我的好闺蜜 感谢一路有你 我才能和远风走到现在 希望你也能拥有像我一样的幸福 没等我反应过来 周全忽然冲过来 将我抱起 转了个圈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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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张油腻可怖的脸 就这么贴了上来 我看见姜婉清和刘碧莲 在哈哈大笑 台下的宾客 竟然也有节奏的鼓起掌来 周全疯狂地转了几圈后 没将我放下 而是抛入了舞台旁边的小喷泉池中 我浑身湿透 头发凌乱 狼狈不堪地从水池中爬起 surprise 花千千 你那是什么表情 今天可是清清大喜的日子 你可不能生气哦 快笑一个 你看 因为你 大家都很开心啊 别扫大家的心 将婉清拉着浑身湿透的我 将切蛋糕的刀递到我手中 接下来就由我的好闺蜜千千 来给大家分享甜蜜吧 那时 我早已精神恍惚 拿着刀神情目燃 刀切入蛋糕的一刹那 一股奶油浓浆 喷了我满身满脸 哈哈 这是另一个惊喜 江婉清 已经不顾新娘的端庄 双手插腰弯着身子 快笑岔了气 周围人也笑得前仰后合 接二连三的凌辱 让我失去了理智 只想着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但舞台离酒店大门太远了 我只好就着手中的蛋糕刀 直接抹了自己的脖子 血洒当场 毁了她的婚礼 也算是我对这些人的一种报复 现在想想 这算啥报复 不过是对不起自己 又对不起家人的懦弱行为罢了 一死了之 不会有人同情你 众活一世 我会先发制人 此刻我坐在车上 紧紧捏着自己的伴娘裙 闻到旁边散发出一股石南花的味道 我往右边一看 刘碧莲眼神空洞 像一具没有灵肉的壳 你别板着那一副死于眼的样子 又不是要了你的命 将婉清回过头来 没好气地对刘碧莲说 清清 我 没事 一会儿舞台上看热闹的时候 你心里就舒服了 婚车开到了酒店 一路上倒也还相安无事 婚礼流程大同小异 很快就到了请双方父母上台敬茶的环节 陆远峰的爸妈先是发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陈词 夸赞自己的儿媳妇江婉清是如何貌美如花 贤良舒德 一通表扬之后 思宜接过话筒 开始了她的表演 此时此刻 新娘江婉清已经正式成为了新郎陆远峰的家庭成员 想必大家都认为 这是新娘最幸福的时刻了吧 但是新娘最幸福的时刻不是现在而是在半个月前 让我们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一起见证新娘江婉清最幸福的时刻 请看大屏幕 江婉清强忍着笑瞥了我一眼 似乎已经准备好看我出丑 刘碧莲失落的神情也缓和了不少 仿佛也在等着一刻 可当大屏幕画面一切换 江婉清的脸瞬间白了 她大叫着 这不是我 快把视频关了 然而 这场婚礼活动的承办公司是我的 导播和司仪都是我的人 怎么可能说切就切呢 大屏幕上播放的 是江婉清和七个裸男大战的视频 视频里 她一丝不挂对着几位同样赤裸的男人 搔手弄姿 满眼媚笑地说 你们还不快来呀 我过些天就要结婚了 以后怕是没机会和你们玩了 紧接着就是广大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集体活动 台下宾客无不惊呼 顺便还拿起手机录了下来 我去 白雪公主大战七个小矮人啊 明明是葫芦兄弟大战蛇精啊 她的战斗力竟然有五十三万 这份子钱交得值 台下纷纷闹闹 台上已经炸成了锅 江婉青跪着和陆远峰解释 远峰 那不是我 那是Air换脸的 求求你 相信我 快把视频关了呀 可不论她怎么解释 台上只有一个窥然不动 眼神冰冷的陆远峰 江婉青的父母 一个拉架 一个冲到二楼演播室 可王浩早就按我的吩咐 躲到别处投屏去了 台上的她 声嘶力竭地哭着求原谅 视频里的她正欢乐地 叫大家一起上 这就是传说中的反差萌吧 婚礼现场 男方亲戚和女方亲戚 已经打起来了 台上台下 都乱成了一锅粥 我退到一旁 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 王浩不知躲在何处 给我发来消息 劝我也躲起来 难得有这个机会 近距离吃瓜 我看着心里舒坦 酒店被打坏了不少东西 向新郎一家索赔 陆远峰是陆氏集团的公子 哪里用得着理会这些 直接联系了他们的律师 仗打得差不多了 我也离开了这片狼藉之地 王浩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 直接坐到了我的车上 姐 你咋想的 玩这么大 人心难防啊 我问你 他们最先让你放的那些视频 有很多我的糗态 你怎么不说 啊 这 他们说是你同意的 我一想你们又是闺蜜 就没多问 还好没放你的 扣你半个月工资 下不为例 王浩兴兴地摊了摊手 系好了安全带 我发动了车 他哼了半天小曲 似乎这瓜吃得很开心 扣工资的事也没放在心上 半晌 他突然问道 姐 你那视频从哪来的呀 这个我还真说不清楚 江满清和陆远峰婚礼的前一个星期 我收到了一个匿名邮件 点进去就只有一个网盘链接 保存到网盘一看 里面的视频令我震惊不已 邮件的发送者只说了一句 在婚礼上播放 你将收到一百万 上一世 我对此置之不理 只想着有人是想害我闺蜜 让他出丑 作为好友 我只想替他隐瞒此事 现在发现自己真的傻 傻也没弄清楚 并且丝毫没有还击 就这么犀利糊涂地死了 仔细回忆一下 从很早开始 江满清对我就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虽然也对我笑脸盈盈 但那笑似乎就是一种假笑 我刚创立这个婚庆公司不久 江满清主动提出 他的婚礼交给我来一手操办 但又提出活动的事 交给我的员工去做就行了 我则要好好准备当他的伴娘 我一开始接这活的时候 很开心 不是谁都能接到 像陆家这种土豪家庭的 婚庆订单的 身边的人总让我提防江满清 说他看我的眼神带着恨意 可我却不以为然 认为是他们嫉妒我闺蜜嫁了当地富豪 还嫉妒我们之间的姐妹情谊 江满清 她是我曾经最深信不疑的人 车上 江满清打来了无数电话 被我拒接 她发消息质问我 我只回了一句心知肚明 她指责我搅黄她的婚礼 毁了她一辈子的幸福 我回了句最有应得 然后我拉黑了她所有联系方式 刚操作完 突然手机提醒 支付宝到账 一百万元 姐 这婚礼不是办杂了吗 尾款这么快就到了 我看了下 账户不是陆家付过来的 而是一个海外账户 这应该是作为我播放视频的酬金吧 这个神秘人 还真是出手阔绰 说话算话 不管怎么样 这笔钱总算是能补上我婚礼的亏空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晚 刘碧莲居然不要碧莲地找到我家来了 让我赔偿她精神损失费和肉体损失费 千千 今天我替你挡了那些男人 你是不是应该陪我 她说这话时 一点也不硬气 话语中透露着卑微 游戏不是你自己安排的吗 而且这个集体活动 也在你们设计之中吧 不不不 本来就是该你的 你抢了我的纸条 我不想和她多话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可她却在门口疯狂拍门 大喊大叫 不得已 我只好再把门打开 你有完没完 你和姜婉卿一起设计我 以为我不知道 如果抽中的是我 你是不是会和她一起喜笑颜开地看热闹 你 她还没来急争辩 我又不紧不慢地揭露着上一世发生的一切 不仅如此还打算婚礼现场让我难堪吧 放我出球视频 扔水池 被抢稳 切蛋糕 牵牵 你怎么知道的 她已经惊慌地颤抖起来 见我扭头要关门 突然冲上来一把抱住我的小腿 痛哭哀嚎 不是我 不是我 是姜婉卿要我这么做的 她说是成后给我二十万 你知道 我男朋友爱赌钱 她欠了很多债 我叹了口气 不住地摇头 你要是打算报复姜婉卿 我 我也可以帮你 姜婉卿身败名裂 她已经得到报应了 我也一雪前世仇 不再打算报复 我随口问了一句 姜婉卿为什么要设计害我 这 这我不知道 我只是想要那笔钱 看她的样子 不像是在说谎 我关上门 没在理会刘碧莲的无理取闹 这种为了钱不择手段 什么人都愿意出卖的 二百五恋爱脑 根本不值得怜悯 我现在最要紧的是 调整好心态 专心搞自己的事业 风平浪静地过了几个月 我继续经营着我的小婚庆公司 某天居然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婚庆订单 新娘是本市新近富豪秦宇倩 而新郎则是陆远峰 秦宇倩可是本地最年轻的女企业家 在网络上风投证上 谁下的单 陆总 这个陆远峰是不是有什么精神疾病 上一次他的婚礼正是因为我播放了那条视频才搅黄的 现在又想再来一次 这不妥妥地受虐狂吗 王浩很激动 这次的单子是陆总亲自过来下的 定金付了不少 就是违约金 有点吓人 姐 接吗 我先琢磨一下 话说回来 那次婚礼后 陆远峰不仅没来找过我麻烦 也没有提过让我赔偿 不仅如此 这次婚礼他们还做了大肆宣传 自媒体和写字楼夜景灯都铺天盖地 我愈发觉得这件事不简单 我再次打开了那个邮件 开始怀疑是不是陆远峰发送的 在和江婉清好之前 他曾经追求过我一段时间 不过也就持续了一个月的样子 因为我曾经听说过陆大公子的风流雅浩 断然不肯接受 没想到 他见我不好上钩 就把目标转向了江婉清 若说论样貌气质 江婉清确实胜我一筹 而且若论如何拿捏男人心 江婉清称得上我朋友圈的第一高手 不然我也不会一直母胎嗖了 但他们在我面前秀恩爱的时候 都很正常 两人的甜蜜我也瞧不出什么可疑之处 现在陆远峰要和别人结婚了 点名还找我公司办婚礼 这到底是什么阴友 花姐 那个江婉清早上还来公司找过你 我说你不在 我皱了皱眉 现在隔了几个月又来找我 晚上江婉清在公司楼下拦住了我的车 她蓬头垢面 脸上的粉底都没拍云 看来过得确实很潦倒 花千千 我都知道了 陆远峰又来找你办婚礼了 你这个贱人 你勾引别人老公 还勾引别人老公找你办婚礼 你心里变态 我静静地看着她疯狂地拍击着我的引擎盖 直到没了力气 我才探出车窗去问道 要喝杯星巴克吗 我请你 真 真的吗 你请 我看她嘴唇干裂 眼神恍惚 已然有点失心疯的模样 一说请喝咖啡 目光都变得清澈了起来 到了星巴克 她开始哭诉她这几个月来的不意 不仅没能棒到陆远峰这个大款 陆远峰还和她打起了官司 他们家小门小户 自然是告不过陆家的 还赔了许多钱 不过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说吧 当时为什么害我 我知道她当时追过你 我和她订婚之后 有天看见 她对着你的朋友圈照片 在那儿自娱自乐 她一脸满足的样子 只让我觉得恶心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勾引她的 为了报复她 我才 我才和那些体育生一起玩的 你为什么会有那个视频 那个视频 是用第一人称视角鹿的 换句话说 鹿视频的人 也是当时江婉青的战斗伙伴之一 江婉青 我曾经一直都把你是做我最好的朋友 你为什么要联合刘碧莲和周全来算计我 仅仅是因为你对陆远峰的恨意和对我的嫉妒吗 不 不是我 是陆远峰 是她最先找到我 说要把你献给她的好朋友 陆远峰 我震惊了 竟然是她 难道仅仅是因为没有得到过我 就要想方设法地毁掉吗 江婉青见我不信 从怀里掏出手机 将一段录音放给我听 录音里传来的第一个声音是陆远峰的 青青 那个花千千 我是追求过 但她哪及你万分之一 你要是不信 咱们可以一起做个局 正好我那帮兄弟们憋得有点久了 把她办了 她成了烂裤裆 你是不是就相信我对你的真心了 可是 千千毕竟是我的好闺蜜 事成之后 我可以给你弟弟一套别墅 真的 我陆远峰说过的话 从来都算数 所以陆远峰一开始 对江婉青1V7的事情 并不知情 她一开始 只是想算计我而已 不然陆家人大面大 这么丢脸的事 她不会留到婚礼上播放 那给我发邮件的人是谁 我回到公司 第一件事就是让王浩接下陆远峰的婚礼 并且要光速策划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 王浩 你路子多 去查一下陆家这些年的相关信息 顺便也查一下新娘的背景 避免好姑娘羊入虎口 安排好一切后 我突然思考起重生的意义 复仇当然是必须的 但现在我更好奇这件事的真相 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婚礼前两天 王浩焦急地打来了电话 姐 不好了 咱们准备的物料 不知道被谁泼了油漆 全部不能用了 我匆忙赶到酒店 果不其然 物料已经全部被毁 想要重新订鲜花和搭台 已经来不及了 姐 得快点想办法 不然按照合同 咱们得赔双倍的钱 我当然清楚 不过我更加产生了一丝怀疑 陆远峰连着两次破坏自己的婚礼 屠杀 我动用所有合作伙伴的关系 希望能尽快在一天之内 找其所有符合要求的物资 可大家都纷纷表示 一天实在是太急 无能为力 我急得焦头烂额 无力地坐在台阶上 突然 我脑子里灵光一闪 叫来王浩 我让你查陆家和新娘的情况 查到了吗 查了呀 新娘可大有来头啊 现在如日中天的秦大老板 秦宇倩 本是新进富豪榜上榜女主 那可是实打实白手起家混出来的 而且她和一个人长得很像 她一边说着 一边从包里拿出一打纸 上面是她搜集的材料 我认真地翻看着 突然 一则报道吸引了我 二十年前 陆家为了争一块地盘 强拆了一户人家 导致这家人家破人亡 报纸的黑白照片上 是一个小女孩 在废墟中哭泣的脸 我抬起头来 看着特大婚纱照上的新娘 如梦初醒 我约了秦宇倩 到一家私人会所单独见面 你好呀 秦总 她笑了笑 问道 花总 听说婚礼筹备的事情 被你公司搞砸了 三倍的赔偿 可不是个小数目 你需要资金援助吗 我也笑了笑 物料毁在半夜 而且离谱的是 破坏物料的人 提前切断了酒店的宫殿 所以监控也无法查到 但能精准找到 并毁坏关键物料的 除了我公司的人 也就只有时常来酒店 查看婚礼筹备情况的 陆远峰与秦宇倩二人了 秦宇倩与其他新娘不一样 她没对婚礼现场的布置 提任何意见 甚至也不关心 照片拍得好不好看 只是关心物资的存放 与线路问题 对于在现场布置的 工作人员来说 甲方提这种要求 当然也是有问必答 秦总处心积虑地 破坏自己的婚礼 这是为什么 听我如此一问 她正端起咖啡杯的手 突然停了下来 花总说笑了 我怎么可能破坏 自己的婚礼呢 我将那张报纸放到她面前 她的脸瞬间变换了一种神情 秦总 或者我该叫你 倪月 不愧是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女人 她的脸瞬间平静下来 直觉告诉我 眼前的这个女人 真的很不简单 不过 我已将一切串联起来 把我的推断告诉了她 二十年前 倪家被陆家强拆 倪月流落街头 不曾想 这个仅有五岁的小女孩 一直坚韧 是要为家人报仇血恨 她改名换姓 多年打拼 竟然白手起家 创立了秦氏集团 秦氏不断开拓业务 甚至明目张胆地跟陆家唱起了对台戏 逐渐蚕食了陆家的业务 这些手段 竟令风光多年的陆家外强中干 但商业博弈毕竟太慢 嫁给陆远峰 直接成为陆家的一份子 从内部瓦解是最快的 而且陆家也巴不得能和你结亲 说得不错 继续 我只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逮着陆远峰不放 甚至要伤及无辜 无辜 陆远峰喜欢的 我都要亲自毁掉 她紧紧捏着手中的杯子 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意 二十年前 那个拆迁的雨夜 年仅十岁的陆远峰 拿着玩具枪 抵住泥月的额头 居高临下地 对满身泥泞的泥月说道 我爸给你们钱 你们都不搬 真是不识抬举 你不是很喜欢你那个破屋吗 你现在看到了 我要把你喜欢的东西 一一碾碎 当年的小少爷 在强拆队伍里 春风得意 所以陆远峰当时追过我 你也把我列入了报复目标 他轻蔑地点了点头 陆家那时候 业务出了点问题 陆远峰来找我借钱 我的条件很简单 便是羞辱你 不过 我没想到的是 你好像预知了这一切 竟然让另一个伴娘 替你顶包了 这个多情的画画公子 折磨自己曾经喜欢过的女人 内心也不会好受吧 陆远峰那时候喜欢你 我知道江婉清嫉妒你 所以暗地里也托人 给江婉清吹了不少耳边风 江婉清EV7的视频 也是倪月发给我的 原因还是一样 陆远峰喜欢的 她都要毁掉 倪月对陆远峰的一切 了如指掌 包括她身边人的一切动向 江婉清的嫉妒与失落 让她疯狂 而那些身强体贱的体育生 也是倪月精心安排的耳 让我动手来毁江婉清 让陆远峰联合江婉清来毁我 好一个意识二鸟之计 不过遗憾的是 上一世我因为被辱神志恍惚 都没想过要当场报复江婉清 只是把自己搭了进去 而这一世因为我脑子清楚 躲过了算计 报复了江婉清 却保住了自己 倪月这人 言出必行 我在婚礼现场曝光视频后 他真的给我打了一百万 虽然打款的是个海外账户 但为了看热闹出手如此阔绰的 本事又能有几个人 倪月已经沉浸在复仇 与操控的快感中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想利用破坏婚礼现场的行为 让我巨额赔偿 他知道 我这种小门小户的人家 创业不易 一旦背上巨债 就是万劫不复 不是 我说你总 我跟你们之间的恩怨 毫无关系吧 他笑了笑 我倪月为了报仇 吃尽了苦头 才有今天 你们不过是我报仇路上的棋子罢了 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条件 要怪就怪自己命不好吧 我听他这般言语 也笑了 呵呵 不好意思倪月 你不是什么运筹帷幄的诸葛孔明 这也不是什么悬疑大骗 而是属于我的重生爽文 竟然你已经承认了 是你教唆了陆远峰 策划了一起昏闹和强奸 换句话说 你是直接正反 而陆远峰 江婉清 周全 以及实施轮奸的人都是正反 至于刘碧莲 他既是教唆者 也是被害人 我头头是道地讲述着 他的罪行 以及对应的法律条款 他的呼吸竟也紊乱起来 你一个婚庆公司的 懂什么破法律 不好意思 我每天都在看罗祥老师的视频 为的就是把你这样自以为是的人 一锅端了 还好意思说什么 我是棋子 我现在要让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知道 霸道女总人设 在我这里是没有用的 众活一世 我才是主角 我从卡座旁的盆栽里 拿出了正在直播的手机 弹幕已经被刚吃完 惊天大瓜的网友铺满了屏 看了他俩的聊天内容 我竟分不清 这是爽句还是悬疑句 这个婚庆老板有点猛啊 这场直播下来 陆氏和秦氏都得玩玩 嗯 好像已经有人报警了吧 我就喜欢看各种企业家垮台 主播有机会多拉几个有钱人下马 秦宇倩还在震惊之中 可门外响起的警笛 却已经如期而至 和我预想的一样 相关人员悉数落网 这些个为了一己私利 互相利用算计彼此的人 一一尝到了恶果 我则继续经营着我的小婚庆公司 策划着新颖而没有婚闹的婚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